哈喽 大家好 本期开盒子开盒子 我如果有关注我抖音的 我在上面po了一个就是我跟我朋友中午吃好饭顺路去一下旁边的沃尔玛 结果发现他补货了 补了9盒这个篮球 Illusions 我今年第一次见到这个盒子 然后也是第二次买到 关于篮球的NBA的就是正经系列啊 像那种新秀的 那个draft peak就不损 然后9盒 我跟朋友一直拿4盒 然后拿多了一盒就直接开了 发现里面卡还挺好看的 我开出一张有点类似于拉文的前世今生 就比如说 他司令狼队一件球衣 然后公牛队的球衣 两个人 两个图就都在一张卡上面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 想着这个男的买的盒子也就不卖了 这个也买不了多少钱 这个 就拿来两盒新 这次先开两盒 嗯 这一盒先给他说一下是27美元 就比我想象的便宜 因为你想那个 Chronic drop in 在target的官网上面卖29又知道了 哈27当时我看啊 算良心了呀 美国通胀这么严重 真的良心了 咱们就 屁话不多说 先开 6代 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的新秀 签字 或者insert 我觉得这卡这种黑色的设计 蛮好看的啊 看就是这个 Illusions 今年的 有点像之前那个black系列 先来一个 SGA 雷霆那天 脸丢大了呀 真的 史称 厄克拉荷麻惨 这个这个我也猜到这个新秀 完全不认识 regy perry 谁呀 也是新秀 博格登 瓦兰 josh green 首先这个第一代猜的这两个新秀就 不谈了呀 太猜了 这猫murray 绝经也是 惨 伤病 哎 怀斯曼 Instant impact 这这个insert有点像那个prison Instant impact 然后这个你看 这有一些这种 浮雕的设计 就是有突出的一部分 华斯曼 可以 Insert Lavin Laf Robert Wood 新秀 然后 哇 兄弟 又给我来这个 regy perry 我真不喜欢他 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给我上 离谱 哦 范弗里特 呃 罗企尔 黄蜂眼镜炸了呀 对 感谢新冠 一个队 四个阻力 然后 巴黎 Yu Sel Robby 新秀是谁 可以 萨迪克贝 萨迪克贝 三球滑子 赶紧给我来 三球滑子 需要你们 哎 有张签字是吧 好像有张签字 鲁威先递张鲁威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不是签字 是签字 看是谁 哪个队 Sports Oh my god 这谁呀 阿尔文 罗宾逊 罗宾逊 Oh my god 这谁呀 不认识 看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有点前世今生的拉西特华莱士 在波罗兰一张 然后是在后面 跟迪克贝国赛一张 这张音色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而且 蛮有意思的 诶 战黄 我第一回踩到战黄的 放这 内斯密斯 跟 quickley 行 赶紧的呀 伯伯 我需要那个 三球 玻璃 装神 卢卡 卢卡还可以 巴雷特 傻逼 傻逼 坎特 将卡给减了 坎特 Sam Murio 不认识 哇 这几个星球真的给我来的 来的真的 蛋疼 好吧 一个不认识 布克 吉伦木拉 来一张这种 Clear Shots 米球 对对对 这是一个特别的特感 是透明的 大家也没看到 这张还可以啊 透明的 这也是 Illucius的特别的东西 这个是 Fling跟那个 熊鹿的那个叫 Noir 好吗 OK 这第1盒猜的 有签字 但是这个签字不好 新秀 也不太给力 咱们就来看看第2盒好吧 第2盒希望给我来点好运 开稿 再来看我这个视频 我换手机了呀 Fone 13 Pro 100 就容易108060帧的拍 很舒服 Hunter 手上 Halliburton 行 不歇 Halliburton Obi Toggin Obi Toggin Final The Mellow Ball Let's go 好球 有三球了 任务完全一半 这盒 讲道理也可以吧 已经 已经很好了 再看看能不能再 搞个滑着 最后一张是RJ Hampton OK 一点盾 二灯哥 KD 奥迪 弗尔茨 这就只一张RJ Hampton 喝口 把个力赶紧走 八个力赶紧走 八个力说实话还能抢救的好吧 能做过 哎加内特的这个 挺漂亮 烤温顿 赛威尼 摩西部了 现在在小牛队 摩西部了 格兰特 我 我卡培拉拉哥 英格 塔图姆 罗瑞 哦漂亮 J Sean Tate J Sean Tate 来火箭的星球我也很开心啊 是不是 再加上 J Sean Tate最近 打得很好的 火箭五连胜你敢信 阿尔霍夫的 又来透明的了 这个是 吉利伟斯特 Legends Living legend 这是谁呀 Steven 南无尔 Stevens Ou 聪明哥 Wizeman 就差华子 最后一包 给我前三凑齐好吗 求求你了 真的 跪球前三凑齐 真的 签字我不要了 前三给我凑齐 卡培隆 安东尼 武器 这张 Insert 这张 Menu Quickly KAT Lila的最后一张看看是不是司令狼队 Koranoni 行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两盒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两盒感觉 可以在留言里面说一说觉得这个盒子怎么样的卡 设计怎么样 然后以及 这个这两盒是亏了是赚了好吧 毕竟是原价买的我觉得亏都还好 好 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